当时上头有八样的小客车立刻滑落到两层楼深的山坡底下 也有十多户的民宅如今都成为围楼无法住人 位在土城的国际公园社区因为土石摊邦 可以看到后方的十几户人家后仰台全部都滑落到山坡底下 而我站的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平面式停车场 可以看到我将近十步的轿车连同车库是一起滑落到山坡底下 为了防止土石继续流失 住户赶紧用帆布和沙包筑起一道防水墙 旁边还有好几个车库悬在半空中岌岌可危 警方的现场围起封锁线 十几户住家一夜之间变成围楼 眼看有家归不得住户籍的红了眼眶 山坡啊 鱼姬啊 什么鱼姬啊 什么鱼姬啊 什么都没有了啦 他现在有地方住吗 没有啊 这个家里感到吗 这边都在我家里站到这边啊 很无奈 太可怜了 我就是说这边来站得很担心而已 就好像这样啦 被掏空最严重的这一户人家 一家八口整晚不敢合眼睡觉 守在家门口提心吊胆 趁着白天风势雨势暂时缓和 赶紧抢救家当 没有办法住人 没有办法住人 那现在要搬去哪里 我把东西放车上而已 那昨天你们去哪里啊 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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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警报尚未解除 居民们全部都不敢待在屋子里面 有住户下的连夜搬家 会想起前一晚生死一瞬间 还是心有余悸 社区内二十几户人家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区 眼看房子还悬在半空中 无家可归 居民的心情真的荡到谷底 中天新闻 阿公呀 阿公呀麦 取商品 提别过打